新政府上阵能源政策确定是蔡鬼赖随 继续坚持废核还用绿能替代吗 原本说考虑上核三研议的经济部长 传出被民进党立委修理 如今态度大转弯 废核家园的态度没有改变 核电是我们目前没有考虑的 目前没有考虑的 关键政府坚持废核电力够吗 美国商会就市井 超过七成成员对绿能供应感到担忧 回答执行长黄仁勋也说 台湾电力对AI发展是一大挑战 我们在台湾需要更多的力量 力量是一个挑战 我们盖一个小型的AI 数据运算中心的话 每一年大概要用到将近70亿度的电 大型的话就要用到100亿度的电 整个台北市一年是用掉了差不多200亿度 也就是一个数据中心 就整一半个台北市的用电 说穿的还是要靠核能 瑞电这能取代核电吗 政府说的和社会各界看透的完全不同 目前我们所规划的绿能完全是够的 电力是严重的不足 什么会电力够吗 你现在都难免钱发满也不够了 我们等停电吧 当然政府说我现在要全民共事 那等停电就有共事了 我们就等停电来提起问题 假如吹牛可以产电 台湾一定有够电可以用 政府排除核电流到底是什么 核安核废料也可以得到处理 才能够往下去思考 网友嘲讽难道世界各国用核电不省核废料吗 还是核废料都是逼百姓给吃掉 大家明明都知道缺电 现在就是死鸭嘴硬硬凹而已 那到最后的结果就是厂商分分外逃 因为台湾没有电 当美国商会提出市井 当黄文勋游行呼吁 民众却看到新政府的能源政策 被意识形态给签制重新退回原点 这是信任陈珍采访报道 我是方彦迪 主播工作让我学习倾听所有人的意见 也要保留自己的判断 也许我们无法踏遍所有土地 但能从新闻里看进每一道风景 我是方彦迪 请你锁定中视YouTube频道 记得要按赞订阅分享 开启小铃铛哦 请不吝点赞订阅